大家好,我是Dedai 小子还是不明白 中介也告诉了小子 这里住这三个女人 虽然去合租的男人不用付房租 可是要做家务 煮东西要好吃 最重要的当然是 你懂的 听到有这么好康的事 小子恳求中介介绍给他 小子跟着中介画的地图 来到的那个房子 里面真的有三位美女呀 大姐大大概看了小子的资料 他们也问了小子会什么 小子说她很厉害煮饭 做家务修理东西 连通葵也很厉害的 大姐大带了小子去到她的房间 小子看到很简陋呀 大姐大说有什么事都可以找她哦 她的房间就在对面 哇,那么明显 中介说的都是真的 小子很兴奋 晚上他们来了个欢迎会 短发妹问小子有女友吗 小子说没有 短发妹问难道是处男 小子说当然不是啦 他们问小子难道很有经验 小子很不好意思 大姐大和长发妹去休息了 短发妹和小子继续喝酒 所谓酒后乱性 她想要了 嘎嘎嘎嘎嘎 隔天小子做了好吃的早餐给他们吃 大家都觉得很好吃 小子也很拼命的在做家务 坐啊坐啊坐啊坐 小子看到大姐大一个人在客厅 大姐大说有事拜托小子 拉了小子去房间 大姐大说他是个 诶 情电影的编辑 现在要写一个剧本 可是自己没什么经验 大姐大要小子帮他体会体会 小子也明白大姐大的意思 他想要了 嘎嘎嘎嘎 晚上大姐大接到了老爸的电话 说他有个博士朋友的少爷 会去大姐大那里寄住 大姐大觉得不是很方便 不是很愿意 可是还是答应了 大姐大和他们说 不要乱乱来 不想等下不好的东西 传到他老爸儿里 少爷来到了 小子看到很不爽 他们也为少爷举办欢迎会 短发妹一样问少爷 有女友吗 哎哎 经验厉害吗 少爷说自己是文艺人 不会那么淫乱的 长发妹说 自己最喜欢文艺人了 少爷说自己专攻日文 长发妹说 他很想学哦 大姐大没眼看 大姐大和短发妹各自回房了 长发妹和少爷继续喝酒聊天 聊聊下就去到床上了 切 不是说是不会那么随便的 咩 现在还不是在女人的床上 长发妹说 他要学 一叹一叹 的意思 要少爷教他 他想要了 嘎嘎嘎嘎嘎嘎 少爷打电话给博士老爸 说自己会暂时在这里住下来 然后就和长发妹去拍拖了 小子看到真的很不服气 可是也不能怎样 故事就这样结束了 看完这个故事 我明白到 同人不同命 同棒不同动压 我没那种名牙轮也不会轮到我 拜拜